在2007年的城市运动会赛场,有一位中国跳水运动员成为焦点,他就是有着跳水女神之称的赵庆兴。 从运动员的角度来看,赵庆兴年少成名,14岁时就站上世界之巅。 风光程度不亚于后来的陈若林,以及如今的曲红蝉,是中国跳水队曾经的重点培养对象,更是被誉为郭晶晶的接班人。 从普通人的角度来看,赵庆兴外貌出众,颜值胜过郭晶晶、何兹等众多跳水美女,是男队员甚至教练们的宠儿。 赵庆兴生于1991年,来自上海,与何兹年龄相仿,早期也都是主攻跳板项目。 再加上两人都属于外貌非常出众的运动员,刚一进入职业赛场就吸引了众多关注。 单从颜值来看,赵庆兴比何兹更符合中国男性的身位标准,因此他进入国家队之后,就受到了男队友们的追捧。 而在职业赛场,那时的何兹还名不见经传,赵庆兴是名副其实的跳水女神,只要他一亮相跳台,必然能够提高赛事的收视率。 赵庆兴首次登上世界舞台,是2005年的国际泳联跳水大奖赛。 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,他个人夺了十米跳台冠军,还和谭敏搭档获得双人十米跳台冠军,风光一时无两。 值得一提的是,当时他只有14岁。 2007年的城市运动会,赵庆兴迎来了职业生涯的巅峰时刻,在一米板和三米板接连遭遇滑铁炉后,他及时挑战心态,在最后的全能对决中一举多亏。 中国跳水在各项目上都拥有顶尖选手,但是很少有全能型选手。 像赵庆兴这样既能统治跳板项目,又能称霸跳台项目的运动员,确实十分罕见。 这届赛事之后,中国跳水队将赵庆兴当成重点培养对象,希望他能挑起女子跳水的重担,在北京奥运会上争惊夺赢。 但是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前,赵庆兴不慎受伤,也因此错过了这届本土盛会。 上运复出后的赵庆兴体重上升,再加上身体发育速度加快,导致他在做一些高难度动作时,显得力不从心。 虽然在童年的世界大赛舞台上,赵庆兴依然在罗马和马德里拿到两次女子双人三米板冠军,但状态已经明显下滑。 2018年全景赛,赵庆兴在女子三米板项目中发挥糟糕,排名倒数第一,彻底激怒了国家队教练组。 除了竞技状态下滑之外,赵庆兴的态度也很有问题。 由于外形亮丽,年少成名,他拥有众多追求者,国家队是明令禁止谈恋爱的。 虽然赵庆兴没有越过红线,但是面对众多追求者,他还是很难全身心地投入到训练和比赛当中,后来水平和实力逐渐下滑。 最终在成绩不佳的情况下,周济红宣布将赵庆兴刊除出国家队,并放出狠话,以后都不会再招他入队。 在离开了国家跳水队之后,赵庆兴承受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打击,但是现在的他已经重新振作起来了,而退役之后的他也并没有选择继续自己的泳滩生涯,而是直接转行成为了一名瑜伽教练, 在发展事业的同时还能锻炼身心,而现在他也开始在网络社交平台上时不时晒一下自己的近况和照片, 能看出来他现在的生活很轻松,虽然退役许久,但是身材仍然保持得非常不错。 很多网友在看到他每天快乐的笑容之后都表示非常开心,虽说因为长相被教练开除出了国家队, 但是赵庆兴却并没有因此而失去生活的目标,也希望这位漂亮的美女能够在未来收获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